多数人第一次装修缺少经验 在买装修材料时会过度担心质量问题 因此会无脑地去选择品牌 盲目地认为品牌就等于品质 但选择品牌就代表着 你要接受它的品牌一架 多花冤枉钱 其实 有些材料本身没有任何技术含量 如果你还去追求品牌 那绝对是白白浪费钱去交智商税 本期 小冬聊家专给大家盘点一下 装修中不需要看品牌的七个东西 买对的不买贵的 一 窗帘 买窗帘不需要看品牌 其实说实话 买品牌窗帘就是在交智商税 因为大部分布料都是浙江绍兴一带生产的 包括你们买的所谓的品牌窗帘 也都是拿回布料再挂上自己的品牌商标 高价卖给你而已 其实 窗帘说 穿了就是一块遮光布 只要选择好 适合的布料和颜色就足够了 大部分家庭就选迪伦混访的不挂灰 锤感好还抗皱 网购几十元一米 性价比极高 另外 颜色尽量选纯色 别选拼色或复杂的纹理 根据家里的主色调 去搭配相近的颜色即可 小冬建议 是布料就会有染色剂和甲醛 所以窗帘买回家 先别着急挂 一定要先水洗一下 洗完最好再在阳光下晒一晒 可以促进有害物尽快挥发 二 灯具 全网都在说 灯具是暴力行业 一盏普通的水晶吊灯 就敢卖你大几千 其中的利润可能超出你的认知 特别是品牌的灯具 所谓的品牌一价 都花在广告宣传和推广上了 而且还有不少品牌灯具 都是贴牌产品 如果你还愿意为品牌买单 我只能佩服你 人傻钱多了 其实 灯具最重要的是安全 所以选择时务必要认准 3C安全认证标识 其次就是挑选自己 中意的款式和颜值了 小冬建议 灯具网购更划算 可以省去线下商家的仓储物流 和人员成本产地 选择广东中山 质量有保障 价格省一半 你可能不知道 中山股镇是全国最大的灯室 批发成很大一部分线下经销商 也是在这里拿货的 3水槽洗菜盆 可以说是家庭必备市面上水槽价格 从几百到几千元的 都有实话实说 除了几个进口的大品牌 剩下的国内品牌 大部分都是代工生产的多花钱买品牌 纯属浪费钱 一般家庭选择SUS304不锈钢的 只要壁厚达到1.2毫米的 完全够用 其次 表面选带拉丝工艺的 不怕磕碰更耐磨 小冬建议 家里厨房小台面操作空间有限的话 选择大单水槽 一定比普通双槽好用 其次 安装台下盆 无论颜值和实用性 都比台上盆优秀 另外台面厚度不够谨慎 选择台中盆打磨台面过薄有掉落的风险 4.全屋定制 全屋定制看品牌还不如选好板材 毕竟板材才是环保和质量的关键因素 首先呢 大品牌和小工厂生产柜子的流程都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采购板材 市面封边 五金等原材料 再回到工厂二次加工 其次呢 大品牌工厂只是比小工厂设备更好一点而已 区别仅在于封边和工艺细节上略有差异 可这些也并不影响柜子的使用 所以 全屋定制 没必要为大品牌的一架买单 只要板材环保达标 五金是知名品牌 可以放心用 另外 找一个靠谱的设计师 是关键重要的事 可以把你的需求和想法完全落地 小冬建议 全屋定制 既想省钱又想材料环保的话 可以自己买品牌板材 找木工加工柜体 然后找定制品牌商家定制柜门 价格至少省一半 关键还不输颜值 但前提是 你得找一个靠谱的木工师傅 五 集成吊顶 铝扣板吊顶一般用于厨房和卫生间的顶面 唯一的作用就是遮挡水电线管 以及电器的排风管 老实讲 这个东西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 其实品牌和杂牌的用料也都是一样的 都是统一净料 然后自己加工喷码 所以 你会发现 很多线下的高端品牌 大部分店面都是同时做三个品牌 一个好品牌和两个杂牌 然后高低搭配着卖 转铝扣板主要看厚度达到国标0.6毫米以上的其次 表面选好擦洗的适合大部分家庭 小冬建议 铝扣板吊顶没必要多花钱 价格在80到1201平方的完全够用 把省下的钱升级个质量好的集成电器才是关键 六 墙纸 墙布 墙纸墙布这类材料和窗帘商家基本类似 本身是不生产任何原材料的 品牌之间差别就是手艺好的铺贴工人 仅此而已 所以选品牌的性价比真心不高 另外 壁纸耐用性差 时间一长就容易撬边起皮 尤其不适合南方地区环境相对潮湿 受潮容易发霉 因此 壁纸只适合预算有限的出租房 或短期过渡的临时住所 壁布虽然上墙没有接缝 不担心起皮撬边问题 但缺点就是用久了不好清洗 时间一长就是细菌 满虫 灰尘的聚集地 所以 壁布不建议全屋大面积铺贴 作为房子背景墙 局部点缀还好 小冬建议 选墙纸墙布 除了要关注材料本身是否环保 还要看上墙用的胶水和基膜 是否也符合正规环保检测 基于这两点 建议你不如直接选各项指标 都非常成熟的乳胶期更划算 7.瓷砖 瓷砖产业已经非常成熟了 近些年你去逛建材市场的时候 不难发现80%品牌都标榜自己的广东砖 剩下20%还是进口品牌瓷砖 说明小部分杂牌瓷砖已经被行业洗牌淘汰了 所以 选瓷砖真没必要非一二线大品牌布选 其实很多三四线的小品牌不但价格便宜 质量上也和一线大牌的砖基本没有太大差异 而且很多大厂还是这些品牌的代工厂 因此 选瓷砖只要挑选好喜欢的花色 平整度和硬度达到标准 不需要看品牌放心买 小冬建议瓷砖想省钱 墙面没必要用全瓷砖 可以用半瓷砖或瓷片代替 毕竟墙面砖基本不受力 差点的也没啥影响 只要买对花色即可 另外 选择地砖上墙的最费钱 地砖本身价格就不便宜 加上人工铺贴费 价格直接翻一倍 说在最后 装修是个无底洞 大家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该节省的地方一定要节省 千万不要什么东西 都无脑地去追求品牌 导致装修预算无限超支 如果还需要借钱负债装修 那就真的得不偿失了